12月20日中共衛健委通報稱 大陸31個省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日新增確診病例有23例 分佈在上海、北京、內蒙古、陝西、浙江、福建、 河南、廣東、四川、遼寧等地 在遼寧大道官方20日通報稱 大連累計確診病例為2例 正在觀察中的本地無症狀感染者有6例 目前大連各醫療機構已進入疫情防控戰時狀態 同一日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劉曉峰 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北京新增報告2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北京當局已將傳出有確診病例的朝陽區一帶 或為中風險地區 周邊的大山寺小區和店舖全部封閉 北京市石井山區委宣傳部亦通報稱 該區已處於戰時狀態 中共黨媒為掩蓋疫情 將北京的兩例本土確診病例 改稱為境外輸入確診關聯病例 試圖向境外甩鍋 引發民眾批評 現在他總是說外來的只是一些藉口 由於他跟各地方官的政績有關 所以各地方官也會隱瞞疫情 說是控制疫情的成果 就是想吐出他的體制優勢 他的體制優勢不就是牺牲人道嗎? 牺牲人道這些東西 來達到他的控制目的嗎? 呂家北京醫生趙忠元批評 中共所謂的疫苗根本不合格 亦不可信 除了北京、四川、成都的疫情 亦持續增加 全省進入戰時狀態 中度風險區已增加至6個 微博上的信息顯示 成都民眾因恐慌疫情大出逃 但卻遭到各地圍堵 在廣州市 官方通報南沙區東湧鎮 20號新增1例本土確診病例 隨後東湧鎮被封閉 多個村子禁止人員離開 確診患者曾經就診的醫院亦停診 並進行大規模排查 目前南沙區的其他村鎮 都處於警戒狀態 民眾都不敢出門 黑龍江衰芬河市 官方19號通報 新增3例本土無症狀感染病例 上海市衛健委 當日亦通報了該市有8例確診病例 還有浙江省湖州市 廣東省東莞市 亦都有通報新增病例 但由於中共一貫造假隱瞞疫情 民眾質疑官方公布的數據嚴重縮水 中共防疫專家鍾南山 19號在一場研討會上聲稱 中共病毒以前是人傳人 現在出現了環境傳人的新問題 外界認為鍾南山的這種說法 顯示中國各地疫情可能蔓延得相當快速 疫情可能快壓不住了 所以當局才讓鍾南山提前出來做輿論引渡 雙方的確診病例